落日沉溺于橘色的海 晚风沦陷于赤城的爱 大家好 我是丸子 今天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 妹妹生孩子 我送她一个金手镯 男友知道后不开心了 生孩子比我妈过生日还重要吗 你都没送过她这么贵重的礼物 我觉得不可思考 我就这一个妹妹 送她礼物怎么了 我自己的钱我还不能支配了 男友立马变脸 我不是那个意思 只是觉得女人都生孩子 你妹辛苦 那我妈生我岂不是更辛苦 她牵起我的手 惩罚你给我妈一百万 证明我妈比你妹重要 我反手把她妈告上法庭 这下够重要了吧 今天里 李强大声训斥 你妹生个孩子而已 你为什么要送这么金贵的东西 她指着手机上的照片 我妈过生日 你才送她不到一万块的护肤品 在你心里 你妹生孩子 比我妈过生日还重要吗 我有些不可思议 我就这一个妹妹 她从小就身体不好 生孩子 遭了很多罪 再说了 我送她礼物怎么了 我花的是我自己的钱 又没找你要 见我语气不好 李强笑嘻嘻地拉着我的胳膊 解释道 我就是觉得你妹妹生孩子 也不是什么大事 而且现在金字这么贵 多不划算啊 咱们俩马上要结婚了 你的钱也算是咱们夫妻共同财产 要省着点花 我瞥了一眼金价 七百二十六元 和前几天比起来 每课确实又贵了十几块 可我并不在乎 妹妹身体不好 和我有很大的关系 高中的时候 爸妈意外去世 是她毅然决然地退学打工 供我上大学 为了一天八十块的工资 她泡在水里挖偶 一泡就是五年 这才留下病根 而我能顺利读完大学 有个好工作 全是托她的福 现在她生孩子 别说几万块的金手镯了 就是开口要我一个肾 我都二话不说地给她 我没理理强 转身就把手镯买了 我还没和你结婚呢 就嚷着把钱省给你 等结婚了 我是不是连买双袜子的权力都没了 不欢而散钱 我盯着她 你妈生你养你是辛苦 但不是娶了我才开始辛苦的 你觉得心疼 就自己去孝顺 别强加在我身上 去月子中心的路上 李强一直给我打电话 我都没接 我们两个是大学同学 在一起好几年 这期间 她一直对我很好 可最近不知道怎么了 一涉及钱的事情 她就会以各种理由 让我给她妈买东西 说什么 她妈独自把她抚养 长大 吃了很多苦 受了很多委屈之类的 每次她一嘟呢 我就会想到 我妹对我的付出 所以 即便她妈 对我并不友善 我也都尽力 去满足她的需求 我不祈求李强能对我妹 多尽心尽力 可她千不该 万不该 不该阻止 我对妹妹好 更不该拿她妈 和我妹做比较 这不跟我和她妈 同时掉进水里 问她先救谁 是同一个道理吗 思绪缠绕 直到妹妹给我 发来小宝宝的图片 然后说 爸妈要是还活着 就好了的时候 不知怎么 我突然想到 李强的妈妈 片刻后 我点开微信 给刚加上的金电销售 转过去五万块钱 同样的镯子 再给我留一只 我妹的老公是军人 工作特殊 没办法陪在身边 所以她刚怀孕 我就把她坐月子 带孩子的事情 统统揽了过来 只是我刚进屋 还没来得及 和她说句话 她就说 姐 你把镯子退了吧 这么贵的东西 你得赚多久啊 她眼睛红润 而且我不配拥有 这么贵的东西 听到这话 我直接愣住 她平日里 也会叫我别乱花钱 让我把钱 都留着给自己花 但她从来不会说 自己不配这种话 我觉得蹊跷 大量一翻后 我夺过她的手机 这才发现 李强在我这吃别了以后 把所有怒火 都发在了我妹身上 她说 你一个初中 都没念完的人 就知道吸你姐的血 你姐 有你这么个妹妹 真是倒八辈子血没了 你一年能赚上 五万块钱吗 随随便便生个孩子 你姐就给你买 五万块的金镯子 你要是生一窝 你姐还不得买破产了 李强发了一大堆 最开始 我妹还会解释一下 后来根本解释不过来 最后一句话 停留在李强说 收礼物 之前先照镜子 看看你自己配不配 我气得眼泪 噼里啪啦地往下掉 我亏欠多年的妹妹 心疼她心疼到 就连她生孩子 我都恨不得 替她生的妹妹 居然被她这样欺负 兜里的手机 还在不断震动 我拿出来 就要破口大骂 结果李强掀我一句 她说 知道错了吧 反思完了 就赶紧给我妈转一百万 证明她比你妹重要 我那句转你妈 臭傻逼刚要脱口而出 硬生生被我憋了回来 我突然知道 她最近为什么如此异常了 因为上个月 我写的小说 卖了五百万的影视版权 前会过来的时候 我正在洗澡 恰巧被李强看到了 而我洗完出来 给我妹买了个新手机 没给她妈买 她就生气了 一整晚没和我说话 然后第二天 天还没亮 她就逼问我 你会对我妈好吗 当时我睡得迷迷糊糊的 有些不耐烦 说我对她够好了 让你妈对我好点吧 现在想来 是我的回答 让她不满意了 所以她要帮她妈 争个地位 比我妹更重要的地位 我强忍着不快 在我妹担忧的眼神下 我温声细语地回答道 知道了 我今晚回家吃饭 有惊喜给你 把你妈也喊上 我承认 我不是什么大度的女人 写小说久了 甚至内心有些黑暗 那些伤害我身边人的人 都得付出代价 我才开心 电话挂断后 看着瘦小的妹妹 我心底一阵酸涩 我坐在她床头 将银行卡余额 亮给她看 我写的小说 赚了很多钱 说着说着 眼睛开始发色 姐姐没辜负你的期望 以后我会赚更多的钱 给你花 给你的女儿花 我摸摸她的头 我们文文是天底下 最好的妹妹 所以配得上所有好东西 知道吗 到家的时候 李强母子二人 正在吃饭 看我回来 李妈妈一改往日 对我的嫌弃 十分殷勤地说 小雅类坏了吧 快坐下来吃饭 阿姨包了你最爱的饺子 我内心冷笑 果然有钱能使鬼推磨 以前她能挑出我一百个毛病 让她儿子和我分手 连带着我送她的礼物 都看不上 现在我有钱了 她反倒没开眼笑 还能给我做吃的了 只是我拖鞋还没等换上 李强就迫不及待地 拿过我的包 翻了起来 不是说好 给妈一百万吗 你是给卡 还是转账 紧接着 她翻出来一只金镯子 十分满意地和我说 就知道你懂事 你妹有的 我妈也必须有 我皮笑肉不笑地看着她 这才是给你妈的 我将手上的文件袋丢到地上 结果她妈只是看了一眼 就吓得瘫坐在地上 哭嚎着 孩子她爸呀 你快睁眼看看吧 这儿媳妇还没进门呢 就开始欺负我了 我是真活不下去了 随着她用力一推 文件袋里的二十几张发票复印件 洒了出来 全是我在金店买首饰 留下来的发票 林林总总加起来 有十几万 我盯着李强 你妈偷了我这么多首饰 我有说过什么吗 我只是送我妹一个礼物而已 怎么就跟要了你的命一样 我一把将金镯子拽了回来 三天之内 让你妈把金子都还给我 否则咱们法院见 可第三天 我没收到归还的金首饰 反而在我妹的月子中心 看到了李强她妈 我就出去吃个饭的功夫 再回来 我妹的病房前就围满了人 然后李强妈妈尖锐地叫骂声 从病房传了出来 你个臭不要脸的贱人 拿我们家的 带我们家的 真没见过你这么厚脸皮的人 我心下一惊 猛地冲了过去 就见李强妈妈将我妹暗倒在地 骑在我妹身上 暴力地往下撸金镯子 地上洒满了水 我妹倒在那 毫无还手之力 而李强妈妈边拽 还边打我妹 重骂道 我儿子不好意思说 我来替她说 你要是再敢和你解药东西 我就连带你的孩子一起教训 我气炸了 冲上去就狠狠地抽了她一巴掌 你算老几 用得着你教训 看着我妹被划伤的脸颊 我气得眼泪直掉 恨不得直接把她打死 可第二个巴掌 还没落下 就被李强死死拽住 她站在我身后 黑着脸 你现在有本事了 连我妈都敢打了 真是笑话 她妈打我妹就行 我打她妈就不行了 这是哪来的歪理 我一巴掌抡了上去 我不仅要打你妈 我连你也要打 可话音刚落 李强妈妈就将我扑倒在地 她尖叫着 我儿子也是你能打的 看我今天不打死你 猛烈地撞击 让我小腹一阵刺痛 紧接着 大腿间有血流了出来 晕过去前 我听见我妹抱着我 大喊 快叫救护车 在睁眼 是被医生吵醒的 孕妇都两个月了 怎么能让她摔跤呢 再晚点送来孩子 都保不住了 我大脑嗡的一下 我根本不知道 自己怀孕了 而且我和李强 一直有做防护措施 怎么可能怀孕 可看着李强 一副了然于心的模样 我瞬间明白了 在收到五百万 版权费的第二天 李强就急匆匆地向我求婚了 我当时太过惊喜 反应慢了半拍 结果他就说 敢不答应 我就把你肚子搞大 看你嫁不嫁 当时我以为他在开玩笑 没想到他真这么做了 见我醒来 李强一副没事人的模样 将我搂在怀里开心道 老婆 你怀孕了 我们有宝宝了 等你出院 咱们就赶紧把证领了 紧接着 他又语气严肃道 你昏迷的时候 我已经替你向妈道过歉了 妈说 看在你要给她的那一百万的份上 不和你计较了 还不快谢谢妈 闻言 李妈妈赶紧附和上 没事没事 要是能多给我一百万 再多山阿姨几下都行 他们母子俩开心地大笑 唯独我妹一脸自责地站在角落 她还穿着脏了的睡衣 头发也乱蓬蓬的 见我看她 猛地把手藏向身后 冲我挤出个笑 可我还是眼尖地看到 她手腕上的金镯子没了 手背上一片腥红的擦伤 有些地方甚至还在往外渗血 见她笑 李妈妈立马阴阳怪气地嘟囔道 某些人啊 生下来就是吸血鬼 真希望我大孙别遗传到这基因 她奶奶我呀 可经不起这么个稀法哟 闻言 我妹将头低得更低 看着她的眼泪一颗颗砸向地面 我的心口像被一块巨石狠狠压住 我抓起床头的花瓶 猛地砸向李强的脑袋 砰的一声 血顺着李强额头流了下来 我神色严肃地说 这下是替你妈受的 你不冤枉 我们能闹到今天这个地步 你有绝大的功劳 我将手里的玻璃碎片丢在地上 我妹的金手镯 还有我的金手势 今晚不送到我手上 我会报警处理 还有 我认真道 咱们两个分手吧 你和你妈今晚就从我的房子里搬出去 这话让李强瞬间慌了 她把我死死地抱住 说 我马上就让我妈把镯子还给你妹 你现在还怀着孕 说什么分手 分手了孩子怎么办 李强他妈也攥着拳头劝我 是啊 打过胎的女人 可就是二手祸了 没人愿意要的 气氛再次尴尬 李强立即大声训斥道 你少说几句话 没人把你当哑巴 紧接着 李强跪在我的床前 要是打我 你能消气不分手的话 那你打我吧 她仰着脸 一副任我处置的模样 我知道她为什么服软 因为我有钱 因为我能赚钱 因为她毕业后 一天都没工作过 全靠我仰着 我心灰意冷 她能设计让我怀孕 怎么可能轻易放我走 想到这 我抬起胳膊 一下又一下地向她扇了过去 你们母子俩吃我的 喝我的 反过来还要欺负我妹妹 你不就是认定 我不会和你分手吗 我下了死手 这次我非要分手不可 李强的脸 最后几乎被我挠烂了 看着她灰溜溜地走掉 我以为她不会再纠缠我了 可我没想到 第二天一睁眼 李强就跪在我的床头 她的眼睛肿得跟核桃似的 见我醒来 立马哭着让我原谅她 我没理她 装样子而已 她最会了 可一个星期过去了 她还跪在这里 一副我不原谅她 就要一直跪着给我道歉的架势 最后连给我打针的医护人员 都被她感动了 时不时地替她向我求情 快出院时 我妹也给我发来信息 说李强不仅把金镯子送回去了 还给她煲了鸡汤 看着趴在我床边睡着的李强 我有一丝动摇 或许她是真的知道错了 但我一直没给李强好脸色 让她风雨无阻地照顾了我半个月 直到出院这天 李强迟迟没来医院 电话也打不通 看着外面的大雨 我有些担心地打开了家里的监控 李强她妈总喜欢在家招待亲戚 那些亲戚知道我写小说赚钱 每个人都好奇得不行 来了都恨不得钻进我电脑里 为了防止东西丢失 我特意在家安了几个针孔摄像头 谁都没告诉 我打算看看李强是几点出门的 结果监控刚打开 一阵交喘声传了过来 书房里 李强和我的小助理 一丝不挂地躺在床上 小助理是我大学的学妹 叫张建妹 她家重男轻女 上大学时 她一年的生活费只有几百块钱 连学费都交不起 听别人说我在写小说赚钱后 她花了几十块钱给我买水果 求我带她写小说 我十分心疼她 所以即便那时 我的成绩并不如现在这么好 我也愿意一字一句地去教她 甚至在毕业后 还在家里给她留一个办公位 方便她随时写作 可我没想到 就是我这么掏心掏肺对待的人 会在我住院期间 爬上我男朋友的床 情到深处 张建妹抓着李强的头发 问 你到底什么时候 才能和我结婚 我还要等多久 李强喘着粗气 别急呀 宝贝 等我把他杀了 就和你结婚 我猛的一致 本以为这是他们床上的情趣 可下一秒 李强的话 让我如坠冰枯 她说 周小雅已经怀孕了 再过两个月 她的肚子大起来 就急着和我结婚了 等结婚证一领 她的那些钱 不就变成我们夫妻 共同财产了 到时候我随意赐她个意外死亡 那遗产不就全是我的了 她笑着去亲张建妹 宝贝 我可是做了详细的杀人计划的 你也不想我钱刚到手 人就进监狱去了吧 张建妹嬉笑着反客为主 这让李强心情大悦 笑着说 然后我就迎娶你这个小骚货 手机里嗡嗡嗡哑的声音 还在继续 可我却什么都听不到了 我从来没想过 谋财害命这种事 会发生在我的身上 更没想过 仅仅为了五百万 我最掏心掏肺的两个人 要联合将我害死 冷静了两个小时后 我预约了一个月后的人流手术 然后收拾行李 自己回了家 似是忘记我今天出院 李妈妈看到我先是一愣 然后把我堵在门口 大喊道 哎呀 小雅回来了 怎么不等阿强去接你 自己就回来了呀 看着她不断向书房喊话的模样 我轻笑着重新穿上鞋 阿姨 我还有个快递没取 先下去拿一下 下楼后 我打开监控 果不其然 李强和张剑妹 匆匆穿上衣服 回到了客厅 看着李妈妈面露不悦 张剑妹狗腿地跪在地上 给她按脚 我默默地关掉手机 既然他们想杀一个 专门写悬疑推理的作者 那我就好好陪他们玩玩 晚饭李妈妈做了一大桌菜 张剑妹也被我留下来吃饭 饭桌上 李妈妈疯狂暗示那一百万 我笑着说 阿姨 前前段时间被我投到股票里了 下个月我准备都收回来 到时候我转给你 我突然转变的态度 让李强狐疑地看了看我 这让坐在她对面 和她装不熟的张剑妹看到后 立马不开心了 张剑妹露出她新买的金镯子 故意加我身前的菜 然后茶兮兮地说 小雅姐 你怎么不把钱都放到阿姨那里呀 他们老人家比我们会理财多了 我要是你 我就全放阿姨那 我哼笑 挑拨离间 她是有一手的 可我也不是吃素的 我胡周道 是吗 那你小说获奖 刚得的五十万奖金 要是有对象的话 也全给她妈管吗 文言 李强蹭地抬起头来 看张剑妹 张剑妹一下子慌了 小雅姐 你胡说什么呀 我什么时候拿过的五十万奖金 我笑 别谦虚了 全平台就你一个 大家都传开了 真的没有 张剑妹拿起手机 急着证明 看着李强脸色越来越臭 我合时宜地放下筷子 医生说我饭后要多运动 我先下楼六弯了 临出门前 我抬起手机对张剑妹拍了一张照片 你这个镯子好好看 改天我也要买个袋袋 李强是个急脾气 我刚进电梯 她就一巴掌扇到张剑妹的脸上 你想和我结婚 还跟我玩心眼 她浑身散发着戾气 真是看不出来呀张剑妹 今天要不是周小雅说漏嘴了 我还被你蒙在鼓里 赶紧把五十万转给我 不然我打死你 张剑妹眼泪鼻涕呼了一脸 疯狂地给李强看转账记录 尖叫道 我根本没有收款记录 周小雅是瞎说的 她越说声音越大 你宁愿相信她 也不相信我吗 我坐在小区的秋千上 关上了监控 这场狗咬狗 恐怕要好一阵 才能消停下来 可这都是开胃小菜 我点开微信 从黑名单里 放出来一个人 然后发了进 她可见的朋友圈 一下子拿到五十万的奖金 就是爽 金镯子都配上了 我也要努力追赶才行 下面配上张剑妹带金镯子的照片 照片里 李强和李妈妈坐在两侧 活脱脱一家三口的模样 很快 我的电话响了 看着熟悉的IP地址 我按了接听 对方上来就问我 张剑妹拿了五十万的奖金 怕我不知道她是谁 对面又说 我是她爸 我看到你发的朋友圈了 我故作惊讶 啊 叔叔啊 张剑妹确实拿了五十万小说奖金 不过 她说钱都给心爱的人管 所以 她把钱都给她男朋友的妈妈了 听着对面骂骂咧咧的声音 我说 叔叔我劝她好几次 她都不听 不如这样 我把地址给你 你去劝劝她 挂了电话 我把李强家的地址发了过去 还贴心地给她买了第二天晚上的车票 张剑妹的爸爸 我太了解了 出了名的老赖 整天喝酒 打牌 喝多了闹事 输钱 也闹事 外债一大堆 整天就知道和张剑妹要钱 张剑妹为了躲她 搬了无数次家 大学刚毕业那会 她爸甚至找到 我这来了 当时我很心疼张剑妹 私下偷偷给她爸赚了五千块钱 结果 她爸爸我也盯上了 一直找我要钱 我不给就扬言找人弄我 吓得我直接把她拉黑了 我慢悠悠地在小区走着 这让她知道赵强吞了她女儿五十万 房顶还不得先了 第二天上午 家里只剩下我和李强她妈 我坐在沙发上 特意把手机到账调成外放模式 紧接着 二十万到账的提示响彻客厅 李强她妈从卧室冲出来 眼睛都亮了 问我 你又发稿费了 这个月发这么多呢 我笑笑 什么呀 我在跟张剑妹她爸学买彩跳呢 闻眼 李妈妈瞬间不屑起来 她爸那个农村大老粗 还能有这本事 她嘴巴一撇 看张剑妹那副拿不出手的样 就知道她爸也不是个好东西 我白眼直翻 这么看不上张剑妹 那她儿子和张剑妹搞在一起时 她怎么不阻止 反而还掩护上了 我故作惊讶到 你不知道啊 张剑妹她爸去年 中了一千万的彩票 而且连中两次 都上新闻了 我火上浇油 张剑妹没和你说吗 见她脸臭 我又说 不过也可以理解 张剑妹她爸贼重男轻女 就算是有钱 也不会给张剑妹的 可惜啊 她爸就是生不出儿子 媳妇也早早地死了 李强她妈迅速抓住重点 她爸多大岁数啊 我说五十多岁吧 李妈妈一拍大腿 这不还能生吗 我笑笑 是呗 听说最近在找老伴呢 我靠近李强她妈 不过她爸好鸡贼 把自己打扮得可穷酸了 然后装一身臭毛病 刷掉了好多女的呢 看着李强 她妈深思的表情 我知道 陷阱已备好 就差猎物来了 下午 我把家里所有贵重物品 都装进包里后 对李强 还有她妈说 我最近要去出差 大约一周后回来 然后我在家附近 找了个酒店 洗漱一番后 我躺在床上 打开了监控 张建妹她爸 应该到了 我想过 她爸不会是什么体面人 但我没想到 她爸能这么邋遢 监控里 她爸长发胡子 忽了一脸 身上的衣服 也都爆僵了 比桥洞下的流浪汉 还要埋态 但他爸人狠话不多 上来就要五十万 这让张建妹 彻底傻眼了 他本就解释不清 他爸这一闹 李强更不相信他了 双方都吵着 和他要这五十万 可他上哪拿这么多钱 他这几年 每个月 也就能赚个生活费 不然我也不用处处 都接紧他帮他 闹到最后 张建妹他爸 往沙发上一躺 好 你们不给 我就在这住下 看咱们谁赖得过谁 他爸没什么文化 行为举止 更是没素质 没喝完的酒瓶子 往地上扔 抽完的烟头 往地上扔 甚至随时随地 往地上吐痰 短短两天 家里造得跟垃圾厂一样 李强气得要报警 结果他妈训斥到 对待老人 能不能态度好点 我看他不像表面这么邋遢 人还是很好的 李强觉得不可理喻 搬了出去 怕张建妹把钱给他爸 走时 还把张建妹一起带走了 这下倒是给李强他妈 留出了空子 他一天三顿饭地 伺候张爸爸 变了花样地 给张爸爸做好吃的 没几天 俩人滚床上了 一个月后 李强他妈 把李强 还有张建妹 喊了回来 宣布他怀孕了 是个男孩 李强傻了 你和谁的 你什么时候谈的恋爱 我怎么不知道 李妈妈老脸一红 是张建妹他爸的 李强整个人暴走 他邋遢得像个流浪汉似的 你不嫌恶心 我都嫌恶心 这时候 张爸爸敲着二郎腿 在沙发上磕着瓜子 哼笑道 说得好像你妈 是什么香菠菠似的 要不是你妈上赶着 要给我填脚 我还不搭理他呢 这下 李强彻底疯了 冲上去就要打他 结果李妈妈冲在前面拦着 威胁道 你把他打死了 我肚子里的孩子 就继承不到全部的财产了 这下 换张建妹傻眼了 继承什么财产 李强妈妈 白了他一眼 少和我装了 小雅都和我说了 你爸去年 中了一千万的彩票 他去抓张爸爸的手 摸向自己的肚子 你说的传儿不传女 我给你生了儿子 你就要把钱都给儿子 文言 张爸爸一巴掌扇 将他扇倒在地 为了不给那五十万 你们是什么 都能编出来呀 少在这给我演戏 你就是生一百个儿子 也得把那五十万给我 李强气炸了 冲上去就和他撕打在一起 一时间 房子里乱作一团 更无人注意到 李强妈妈的腿间 开始流血 最后 张建妹大声地说 是不是周小雅告诉你我 赚了五十万 得 被发现了 我把手机锁上屏 老老实实地躺在病床上 五分钟后 护士将我推进手术室 麻醉前 我摸着微微隆起的小腹 是妈妈对不起你 如果还想做我的孩子 再适合的时间 再来找我好吗 只是我没想到 短短半个小时 再出来 外面就变天了 等我睁眼 我的电话 微信 短信 凡是我有的社交平台 全被打爆了 手机硬是卡了十多分钟 才能正常使用 我上了微博热搜 被李强实名举报 近二十分钟 我就被顶到了热搜第一 甚至超过了某明星官宣的热度 举报全文有十几页 条里清晰地罗列出 我抄袭 诽谤 出轨等等一切歪曲的事情 还说我卖了版权的小说 是抄袭了张建妹的创意 还利用身份压迫张建妹为我代笔 说我品行不端 小说里呼吁大家 三观要正 品行要好 结果私下烟酒都来 还因为卡文 情绪不好 打婆婆发泄 举报的内容排列有序 一条比一条乍列 虽然是以李强的口吻发出来的 但我一眼就知道 是小助理代笔的 因为这种排序 写作风格 是我当初一句一句教他的 一时间 我像只过街老鼠 曾经忠于我笔下人物的读者们 纷纷跳出来 人肉我 那些不分清红皂白 只知道跟着舆论跑的网友 更是跑到我的小说下面 一顿喷粪 甚至有组织的 制作出详细的举报流程 呼吁大家都来举报我的小说 我被顶到了风口浪尖上 小说平台编辑给我发来微信 问我要不要关闭评论 我笑 我的文可是经过平台层层审核后 发不出去的 有违规的地方 平台早就把我封了 我反安慰他 没事 正好给我充充阅读量 给我赚钱 何乐而不为 紧接着我妹的电话也挤了进来 我说 放心 早就知道会有这一天 我已经做好了准备 这段时间 把手机关机好好带瓦 挂了电话 我也把手机关机出了院 只是回酒店的路上 出租车司机仔细打量了我一番后 冷哼了一声 然后当着我的面 打开了黄色视频 里面和我一模一样的脸 正在做一些不堪入目的事情 我这才知道 李强和张健妹 为了把我彻底打垮 不仅在网上举报我 还给我换脸了黄色视频 而网友呢 对这点东西真的不要好奇心太重 国家发布什么重大事情 没人关心 但是有谁的花边黄色 那可是一秒钟能传上万个人 临下车前 司机不屑地咒骂 该死的婊子 就你这种人还写小说 简直是误人子弟 我要每天去举报你一次 我不以为意 将手机界面冲向他 刚好 我也把你举报了 接下来 你可以天天在家里举报我了 回到酒店 我拖着虚弱的身子 开始梳理这些天准备的视频和材料 只是网上的黄色视频 发酵得越来越厉害 我不得不先丢出去个炸弹 吸引火力 我翻出来 李强和张健妹的聊天记录 发了出去 聊天内容很简单 8月5日 成家酒店706 9月12日 成城城家酒店314 代币运套 10月19日 成城家酒店822 我带个朋友一起行步 宝贝 基本上都是李强主动邀请 然后张健妹统一回复好 俩人没一句废话 发出去之前 还是老样子 我配了一条打马的视频 两个小黄人 在翻腾跳跃 说话却一句 比一句雷人 周小雅已经怀孕了 再过两个月 她的肚子大起来了 就急着和我结婚了 等结婚证一领 她的那些钱 就变成了我们夫妻 共同财产 到时候 我随意赐她个意外死亡 那遗产不就全是我的了 宝贝 我可是做了详细的杀人计划的 你也不想我钱刚到手 人就进监狱去了吧 一阵交喘声后 男人的声音继续响起 然后我就迎娶你这个小骚货 视频的最后 我故意将张剑妹和李强的脸露出一点 很快 舆论开始反转 大家悬崖乐马般 转身去攻击李强和张剑妹 两个贱人 出轨不说 还谋财害命 祝你们今晚出门就被车撞死 这女的不是大带大的作者吗 她怎么知三当三 插足大的感情啊 还有人将视线聚焦在聊天记录上 这俩人除了开房就是开房 怪简洁的嘞 替博主感到气愤 倍率还要被造谣 大家纷纷为我发声 将我抬到道德的制高点 可我觉得没意思透了 这一万个为我呐喊的人里 没准有九千九百九十九个 刚刚在网抱我 肚子开始剧烈疼痛 几乎是一瞬间 我的额头就冒出了冷汗 我咬着牙在电脑上 敲出未完待续 明日继续爆料后 就蜷缩在床上 可下一秒 我妹哭着打来电话 姐 宝宝丢了 宝宝在超市被人抱走了 她话还没说完 李强的电话就挤了进来 她说 赶紧把五百百万 打到我的账户上 献你五分钟 否则我就杀了你妹的孩子 我的心一下子提到嗓子眼 连忙要去转款 可我刚输入一个数字 对面一句别动 双手举起来 又让我活了过来 刚刚在出租车上 我在监控上目睹了 李强是如何失手杀死张建妹她爸的 下车后 我迅速报了警 只是没想到 在我写辟谣稿件的这段时间里 李强会选择去偷我妹的孩子 以此来威胁我要钱跑路 听着听筒里 宝宝的哭声不断传来 我又打开了监控 画面里 张建妹的爸爸浑身是血地倒在地上 张妈妈趴在她身上 哭得肝肠寸断 四名警察正降手铐 靠在李强的手上 而张建妹则瘫坐在地上 抱着孩子吓傻了一般 我急切地对着监控喊 警察同志 孩子是他们偷的 请你帮我抱一下孩子 我马上来接 我突然发出来的声音 让在场的所有人都吓了一跳 张建妹更像是 拿了一块烫手的山芋 立马将孩子放到警察的手上 解释道 我什么都不知道 孩子是李强抱回来的 因为有我的监控记录 李强的判决结果很快就下来了 六年有期徒刑 这让网友很不满 所有人都觉得 他只是没机会故意杀人而已 为此对他的判决十分不满意 后来我听说 他所在的监狱里 有一个我悬疑推理小说的真爱粉 还是个无期徒刑 这辈子就想亲眼看见我 为此 我特意向监狱提出申请 可以为大家开一场 线上文学分享会 并且分享会结束后 我托警官将我的新书大纲 送给那位无期御友 甚至还贴心地给他带了一句话 如果你知道我本人的真实故事 就会知道我为什么想写这个故事 而我又为什么要送你这本书 李强被判刑的第二天 张剑妹在网上发布了长文 为我辟谣 虽然我已经解释得七七八八的了 可造谣一张嘴 辟谣跑断腿 直到他的出现 这段让人有些遗忘的事件 再度被翻了出来 文理 张剑妹实名承认 李强的举报信是他代写的 主要是污蔑我 想借用网络暴力 逼我去死 他们好摊下我的财产 还强调 那些黄色视频 是他和李强 压换脸的 并不是真的我 说真正抄袭小说梗的人 是他不是我 一一澄清后 他还特别地感激了我 说我在他生活很苦的时候 帮助了他 不厌其烦地教他写文 甚至在知道他抄袭我小说的时候 为了让他赚钱 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本来注意这件事的人并不多 可当天晚上张建妹跳楼了 因为网友纷纷让他去死 你们能用网报逼人去死 我们也能逼死你 托李强和张建妹的福 我卖的影视版权未播鲜火 制片人开心坏了 转头又买了一篇我的小说影视版权 他说本来就很看好你这篇文 还在犹豫中 你这是一闹后 你的为人我更信得过了 所以直接敲定 他把我夸得天花乱坠 但我知道都是套花 一个商人 只看价值 不看人品 不过我依旧舔狗一般地 把他夸了一圈 毕竟六百万的版权费 可不是比小数目 有人为了五百万 还想害我命呢 几个月后 我陪妹妹去医院 给宝宝打疫苗 结果刚从医院里出来 就看到一个像乞丐一样 邋遢的中年妇女 挺着个大肚子 逢人就说他儿子 要继承两千万财产 大家都嫌弃躲开 觉得他是个精神病 可视线交汇那一瞬 我认出来 这是李强他妈 他妈好像也认出我来了 抓起兜里的钉子 就向我挥了过来 我抱着孩子 闪躲不及 背过身子 正准备挨这一下时 我妹拎起她的帆布包 就砸了上去 看着她挡在我面前的样子 我仿佛又看到了十年前 爸妈同时去世后 她坚定地站在我身边说 你去上学 我来供你 一切都尘埃落定后 我开了一篇新闻 第一行字我写 我妹生孩子 我送给她一个金镯 男友知道后不开心了 丸子还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 公共去世后的两个月 婆婆和我同时查出来了怀孕 五十多岁的婆婆 已经是高龄产妇 我劝她打了孩子 她却联合亲戚 又哭又闹 大骂我不笑 无奈我只能大着肚子和老公 一起伺候了她整个孕期 可后来我和婆婆同时进了产房 昏过去前 我明明看到了我白白嫩嫩的宝宝 可醒来后 保温箱里的孩子 却变成了一个黑漆漆的混血 我一时情绪激动 伤口血崩 没抢就回来 直到死后我才知道 那个混血婴儿是婆婆生下来的 她为了保全自己的名声 用自己的孽种 换掉了我的孩子 在睁眼 我回到了和婆婆一起 查出怀孕的那一天 我怀孕了 婆婆秦春兰的声音 从我的耳边响起 这一瞬间 我的身体开始回暖 浑身的血液开始流转 我下意识地攥了攥手 不同于死之前 鲜血流尽的冰冷 我清晰地感知到了 自己掌心里的温度 这 小月 这是你爸爸留给我的 秦春兰一把攥住我的手 略显老太的脸上 迸发出巨大的惊喜 看着那双画了夸张眉毛 做了夸张眼睫毛的眼睛 饱含热泪 我坐在凳子上的身体 猛地一抖 差点没做住 看着熟悉的医院和陈设 我瞬间反应过来 发生了什么 我重生了 重生在了和婆婆一起检查出来 怀孕的那一天 上一世 我和婆婆秦春兰 同时检查出来怀孕 那时候我公共已经去世两个月 婆婆知道自己怀孕三个月后 便和我们商量 要将这个孩子生下来 可我被孕多年 深知高龄产妇生产的不易 婆婆秦春兰 今年已经52岁了 我思来想去 焦虑地睡不着 第二天还是决定 劝婆婆打掉这个孩子 可是婆婆听着这话 当场就不乐意了 她叫来了一堆亲戚 说她肚子里的孩子 是她老公留给她最后的礼物 如今我叫她打掉孩子 就是对公共的不敬 小月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 但是我有退休金 也有房子 52岁正是年轻的时候 这个孩子 我一定要生下来 毕竟这是我们家老头子 留给我的礼物 你如果怕我让你 和小枫养这个孩子 我可以跟你签合同 保证绝对不会 让这个孩子花你们一分钱 上一世秦春兰俯着肚子 满脸泪痕地坐在七大姑八大姨中间 说出来这样一番话 她那副样子就像是我要强制打掉她的孩子一样 但实际上我也只是早餐的时候说了一句 妈 要不您再考虑考虑吧 毕竟高龄产妇生产挺不容易的 可她却像被踩中尾巴一样 蹭得站了起来 没一会儿就把家里能说的话上的亲戚都叫了进家 众人面面相去 看看我又看看秦春兰 最后统统开口劝我道 是啊 小月 你婆婆有钱 她要是想养个孩子 你就让她养呗 就是养个孩子又不费钱 再说了跟你肚子里那个一起长大 也算有个办事的 是啊 小月 你妈这个年纪正是缺少陪伴的时候 你爸走了 能给她留个孩子也是福报 众人七嘴八舌地说着 我站在一旁活脱脱像个罪人 随后 我把目光落在了老公林晓峰的身上 厚着满脸纠结地看着我 过来扶住我的腰 也对我劝道 是让老婆 多个孩子 咱家也不是养不起 说着她话风一转 而且我知道你是担心妈的身体 但是啊 现在医院的医疗条件都好 肯定不会让妈出事的 她说着安抚性地稳落在了我头发上 最后我无奈 只能答应婆婆 让她把这个孩子生下来 只是我没想到 这件事最后会害我丢了性命 见我这副差点摔倒的样子 秦春兰的脸色瞬间变得不好起来 月月 你这是什么表情 是对妈怀孕有什么不满吗 听着秦春兰的话 我只想冷笑 医院的凳子是那种没有靠背的小圆凳 本来就不稳 我只是身形有些不稳 差点摔倒 她都能扯到孩子身上去 看来她也清楚 这个孩子来的不是时候 以后会必定会给我和林晓峰造成影响 所以才会这样紧张这样先发制人的道德绑架 看着秦春兰这样令人作呕的脸 我吻了吻心神 笑着握住了她的手 怎么会啊妈 我替你高兴还来不及呢 秦春兰听我这么说 脸上的表情有片刻的震懒 她有些不可置信地看着我 你真替妈觉得高兴 是啊 我努力挤出一个笑来 妈 这孩子可是爸留给你的礼物啊 爸走了两个月 如今还能给你留下一个孩子 这就是你的福报啊 听了我的话 秦春兰有些激动地点点头 她拍着我的手 连连点头 你能这么想 妈很高兴 妈还担心你会不同意 没想到原来你是这么想的 医生在一旁看着我们 最终还是没忍住开口说道 如果两位真的很想留下这个孩子 我不反对 但是我还是想提醒两位 高龄产妇生产的话危险很大 一定得考虑清楚再做打算 你别以为你是医生你就懂 秦春兰听到医生的这番话 翻了个白眼 我自己的身体我不清楚吗 我身体这么好 怎么可能会有危险 我在一旁没有说话 垂下眼瞼 落在了秦春兰的肚子上 她的身体确实好 只是生下来的孩子 却是个黑漆漆厚嘴唇的混血 医生大敌也没想到 自己的好心被荡成了驴肝肺 我连忙拉住秦春兰 劝道 你这还怀着孕呢 可不能情绪激动 医生说的话咱们不能全听 咱先回家好好养着 这话明显很对秦春兰的耳朵 听了这话 她的表情缓和了下来 扶着并不显怀的肚子 站了起来就要往外走 我回过头 看见医生像是吃了屎一样的脸色 她估计觉得这对婆媳 都是神经病吧 我开车带秦春兰回了家 一路上秦春兰不断念叨着 要买各种营养品和婴儿用品 我一一硬喝了下来 上辈子我也是这样 和秦春兰一起回家的 当时的我满心沉重 担心秦春兰高龄产妇 会不会生产不顺 而现在我却完全没有了那种心境 因为上一时的秦春兰 不仅没有生产不顺 而且是几乎不费吹灰之力 就将肚子里的孩子生了下来 相反另一间病房的我 生产的过程则就困难多了 我还记得当时的场景 我费尽了九牛二虎之力 才将孩子生下来 在晕过去之间 我还看了孩子一眼 有点皱皱巴巴 但是还算白白胖胖的小女孩 看到孩子没问题 我就放心地晕了过去 可等我再次醒来的时候 却看到了身边保温箱里的一坨黑色的物体 我挣扎着从床上起来 这时麻药剂已经过了 我顾步地伸下的刀口 坐起来往保温箱看去 结果就看到了这一辈子最恐怖的画面 我白白嫩嫩的女儿 变成了一个黑漆漆的黑人婴儿 她躺在白色的被褥中那么显眼 我尖叫出声 身下的伤口撕裂开来 疼痛和恐惧将我整个人包围 有护士进来 看向我 满脸鄙夷 我指着保温箱里的那个孩子 这 这不是我的孩子 这不是我的孩子 那护士冷笑一声 不是你的孩子 还能是谁的 瞒着你老公乱搞了吧 没想到 生下来的是个混血儿吧 听着他冷嘲热讽的声音 我的情绪彻底崩溃 身体里血汇集到身下 一股股地流出 那护士终于慌了 匆忙地换来医生 我被推进手术室 身体逐渐开始变得冰凉 我看着自己脱离肉体 灵魂飘了起来 最后我看到了那个 本来属于我的孩子 她躺在婆婆青春兰的身边 而我的丈夫林晓峰 也陪在婆婆床前 两人一搭搭地聊着天 这一刻我明白了一切 原来这个混血儿 是婆婆生下来的 家里的亲戚都知道了 她怀孕的事情 她自己也没想到 自己生下来的会是个黑人 如今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 她干脆一不做二不休 直接和林晓峰换掉了我的孩子 母子两个甚至商量好了对策 一口咬定那个混血婴儿就是我生的 反正他们是我的老公和婆婆 我娘家也没人 一切都是他们说了算 实在不行就把我关到精神病院去 或者直接杀了也没人在意 听着这些话 我只觉得整颗心陷入了冰凉的海底 这就是我是做亲人的老公和婆婆 他们就是要这么对我的 坐在副驾驶的婆婆还在喋喋不休 我看着她那张脸露出一个微笑来 上天既然让我重生了 那一定是想让我给这对母子一些重生的震撼的 我和秦春兰回了家 林晓峰见我们回来 一脸关切地凑上来 问我们去医院检查出来了什么 因为上一辈子的时候 这件事情的起因是秦春兰觉得自己不舒服 老是想吐才去医院做的检查 正巧当天我用验孕棒测出了两条杠 于是便提出带秦春兰一起去医院检查一下 只是没想到 这一下居然检查出了 已经停经了两年的秦春兰怀孕了 儿子 妈告诉你个好消息 秦春兰喜滋滋地拉住林晓峰 林晓峰一听好消息 下意识地看向了我 毕竟我们结婚几年 一直在备孕 今天早上看到两条杠的时候 她也高兴得不行 但我说还是要到医院检查一下更稳妥 我笑着回望向林晓峰 妈还有一个更好的消息要告诉你 这下林晓峰有些二丈的和尚摸不着头脑了 还有什么好消息 秦春兰听了这话 表情突然变得娇羞起来 那当然是你要当哥哥了 秦春兰话音落下 林晓峰的表情有了片刻的凝固 她似乎是在思考 秦春兰嘴里的这句要当哥哥了 是什么意思 片刻后 她的脑子似乎终于转过了弯来 脸色一白 直接脱口而出 这算是什么好消息 上一世 林晓峰看我忧心忡忡的样子 又得知她妈怀孕后 可不是这副神情 当时她也不想要秦春兰要这个孩子 可是她面上却没有表现出来 而是偷偷地在晚上 给我分析起了利弊 先不说高龄产妇难产的问题 就说年龄差吧 好听点 这是给她生个弟弟妹妹 可是实际上呢 一个比自己小将近三十岁的 弟弟妹妹 还跟自己的孩子一样大小 秦春兰说得在好听 自己有退休机什么的 但她终究是老年人 等孩子上学的时候 秦春兰都六十了 时间更新迭代太快 到时候 孩子上学生活一切的事情 都会落到我们头上 这到底算哪门字 弟弟妹妹呢 秦春兰听到林晓峰这么说 当即就不开心了 晓峰 你是什么意思 这可是你爸爸 留给我们娘俩的礼物 我可是一定要生下来的 林晓峰脸色很不好 他求助式地看向我 可我却发自内心地笑着 对他说 是啊老公 妈这个肚子里的孩子 可是爸爸留给你们娘俩的福报 毕竟爸走得突然 如今能够留下这个孩子来 也是挺好的不是吗 林晓峰看向我 冷笑一声 月月 妈年纪大了不懂 你也不懂吗 高龄产妇生产有多危险 你是真不知道吗 说着林晓峰扯住秦春兰的胳膊 走 妈 我带你打掉这个孩子 我已经没有爸爸了 我不能让你再活在这种危险里 秦春兰完全没想到自己的儿子会是这个反应 他满脸不可置信地看向林晓峰 你这个畜生 你在说什么呢 我肚子里怀的可是你的亲弟弟亲妹妹 你居然要把他打掉 林晓峰 我看我生你真是不如生块叉烧 秦春兰猛地甩开林晓峰 我看热闹不嫌是大 挡在了秦春兰面前 对林晓峰说道 老公 你怎么能说这种话呢 多个孩子 咱家也不是养不起 说着我话锋一转 而且我知道你是担心妈的身体 但是啊 现在医院的医疗条件都好 肯定不会让妈出事的 有人给他撑腰 秦春兰腰板挺得更直了起来 林晓峰满脸烦躁地看着我 仿佛是在责怪我不懂事 我笑着掏出手机 打开了家族群聊 把事情在家族群里简单说了两句 最后说了一句 大家快来帮忙啊 我老公要带我婆婆去打胎了 秦春兰和林晓峰看到我这波操作傻了眼 上辈子主动叫来七大姑八大姨的秦春兰 如今善善地对我说 月月 这种事没必要在群里说 也是 毕竟林晓峰是她儿子 再怎么样 她也不能在亲戚面前 站在林晓峰的对立面 家丑不可外扬 老婆你赶紧把消息撤了 林晓峰皱着眉望向我 我拿出手机一看 群聊里已经炸开了天 我看向母子两人 皱起眉头 对不起啊 老公已经撤不了呢 吃瓜是人类的本质 不到半天 那些平日里有来往的没来往的 七大姑八大姨都聚集在了我家里 这场面甚至比上一辈子秦春兰 带人讨伐我的时候还要壮观 面对亲戚们八卦的目光 秦春兰这次没和上辈子一样哭诉 支支吾吾地不肯说到底发生了什么 于是就只能我来替她代劳了 我婆婆肚子里的这个孩子 我们又不是养不起 晓峰非要我妈打掉 这孩子可是我爸的一父子 哪能打掉啊 我觉得给我们生个弟弟妹妹都好啊 到时候还能和我肚子里的孩子一起长大 大姨二姨三姑六婆表嫂 你们说是不是啊 秦春兰几次想到打断我 但是我都装作没听见的样子 越说越亢奋 于是被我点名的大姨二姨三姑六婆 开始跟着附和我 同时也开始批评起了林晓峰 晓峰啊 你妈这也是为了你好 你想等你妈百年之后 你还有个弟弟妹妹陪着你那多好的事啊 是啊 晓峰 你妈有钱 她要是想养个孩子 你就让她养呗 就是养个孩子又不费钱 再说了 跟你老婆肚子里那个一起长大 也算有个伴呢 就是啊 晓峰你妈这个年纪正是缺少陪伴的时候 你爸走了 能给她留个孩子也是福报啊 我听着这些熟悉的话 使劲掐了一把自己的大腿 防止自己笑出声来 最终在七大姑八大姨的干涉下 林晓峰同意了让秦春兰生下这个孩子 送走七大姑八大姨后 我回到房间 林晓峰正满脸烦躁地坐在床上抽烟 整个房间都是难闻的烟味 她看向我 不解地问道 老婆 你是真想要妈生下那个孩子吗 你不觉得 那个孩子像是给我们生的吗 我就知道她还没有放弃 自己不想做那个恶人 如今便想来跟我通风串气 如同上一辈子一样 借我的手去当那个得罪她妈的罪人 我不觉得呀 我笑着看向她 随后低头看向我的肚子 你不觉得我们的孩子 有个叔叔或者姑姑一起长大 是件不错的事情吗 林晓峰看了我一眼 随后叹了口气 走出了房间 看她走出去后 我的脸色沉了下来 我是单亲家庭长大的孩子 我爸开了一家小公司 虽然没有很厉害 但却也能维持年入千万 而我和林晓峰 就是在我爸的公司认识的 林晓峰长了一张很好看 且伪善的脸 我从小对我爸的公司不感兴趣 那次见到林晓峰 也是因为我爸逼着 我去他公司工作的 那时候的林晓峰 他是肯干 虽然学历不高 但做起事情来 又认真又上道 我爸见我无心家业 便培养了林晓峰 来做他的继承人 而林晓峰也跟我告白 我们两个在一起后 便水到渠成直接结婚了 我是不义孕体质 被孕几年 一直想和林晓峰有个孩子 只是我没想到 我会因为生产 直接死在了手术台上 如今我们家的产业 还在林晓峰手里 我得想办法拿回来 自从林晓峰也同意 秦春兰生下这个孩子之后 秦春兰开始一框框地 往家里买保健品 甚至没和我们商量 就请了两个保姆 回家照顾他一个人 林晓峰眼睁睁看着秦春兰 越来越过分 却无暇分心 因为他接到了一个来自国外的大合作 我在公司的内线已经告诉我 林晓峰前前后后 几乎输了五千万进去 为了完成这个大合作 林晓峰可谓是花了血本 基本上把公司账上的钱都投了出去 可他不知道的是 这个项目是我专门找人做的 目的就是为了套劳他 儿子不回家 儿媳向着他 秦春兰的日子 这一下别说过的有多滋润了 吃水果蔬菜都要吃国外进口的 国内的水果吃一口 都说会有妊娠反应 我也怀着孕 却还要跟在他身后伺候他 不同的是 这一是我伺候他 伺候得心甘情愿 毕竟只有他肚子里的孩子好 我才能看到 他名声扫地时崩溃的样子啊 公司的内线告诉我 林晓峰不知道为什么 今天发了好大脾气 连办公室的发财术 都被他一脚踹倒了 我听了这话只想笑 因为他生气了 就说明我的钱到账了 我打开那张国外的不记名银行卡 看着里面的一串零 逐渐放下了心来 公司可以不在我手里 但是钱必须得回到我这里来 秦春兰怀孕后 吃得很是奢侈 一顿饭的餐标 基本上都要两三千 林晓峰回来后 看到满桌子的山珍海味 脸色瞬间黑了下来 他看向秦春兰 妈 我知道你怀孕了是需要补充营养 但是你这顿顿鱼翅海参 山羊腿的吃 是不是有些过分了 秦春兰一听这话不乐意了 林晓峰 我怎么吃了 你一年净千万的收入 难道给你妈吃点好的 你就不乐意了吗 林晓峰见秦春兰 这副虎脚蛮缠的样子 脸上的表情更是烦躁了 他一脚踹在旁边的桌子上 发泄式的吼道 赚什么钱了 他妈的都赔光了 你完全不管我压力有多大 现在还硬要生下这个小杂种 秦春兰听了这话 一时间不知道该做什么表情 他有些慌张 又有些气愤 自己的儿子说自己肚子里的孩子 是小杂种 于是他干脆不说话 生气地将头扭了过去 林晓峰更是懒得多说什么 直接回了房间 看着他的背影 我紧急追了上去 一声爱看笑话的中国女人 绝不认输 老婆 我赔钱了 见我进来 林晓峰红了眼眶 我走到他身边 抱住他 告诉他 没事 老公你已经很棒了 林晓峰就这样静静地任由我抱着 说实在 我爸的公司实在不大 从我爸去世后 林晓峰就一直想要摆脱坠续的称号 所以急于求成 对一些好项目格外着迷 但是他本人的能力 能够对我爸的公司维持原状 就已经算是做到顶了 我也正是抓着他这种心理 对他精准下了套 月月 那你能把你那份钱 拿出来给我做投资吗 林晓峰看着我 像是大狗似的 可怜巴巴地望着我 但我很清楚 实际上的林晓峰 就是一只不懂感恩的白眼狼 如今居然还惦记起了我手里的钱 这钱是我爸婚前留给我的 足足两千万 至于公司的股份 则是我和林晓峰对半分 我叹了一口气 看向林晓峰 看我面露犹豫之色 林晓峰凑近我 放低了声音 好老婆 你就把钱给我 我们是夫妻 是共同体 再说了 公司也是咱爸留下来的 是咱爸的心血 如今遇到困难 我们更应该一起面对 不是吗 听着这冠冕堂皇的话 我心里止不住地冷笑 什么夫妻一体 上辈子我临死的时候 医生找家属签字的时候 她又在哪里 眼睁睁看着我流血而亡 最后又抱着秦春兰的孽种 在亲戚面前说说 不怪我一定会养好 我留下来的孩子的人 又是谁 我看着林晓峰 努力克制着眼中的恨意 好 老公 钱可以给你 但是公司的股份 你要再转百分之三十给我 林晓峰听了这话 脸上的表情一僵 只想得到不想付出 这种好事凭什么是她得到 老公 我们是夫妻一体 但你也知道那钱 是我爸留给我的底气 如果没有那钱 我总该有些别的东西傍身吧 说完我真诚地望向林晓峰 林晓峰深吸一口气 咬着牙答应了下来 当天我就和他去办了股权转让 把钱打给了他 没办法 到最后钱还是会回到我的手上来 公司自然也是 我虽然对管理公司没兴趣 但这并不代表我什么都不懂 转眼过去一个月 秦春兰因为营养过度 整个人都胖了一大圈 尤其是肚子更是明显显怀 上一试的时候 因为担心她是高龄产妇 所以我做了很多攻略控制着秦春兰的饮食 而重来一次 我选择了放任秦春兰 却没想到她能这么不懂节制 林晓峰不信邪 果然又继续跟进了那个所谓的国外大项目 只不过这次她谨慎了许多 没有像之前一样进行大规模的投资 于是我开始给了她一点甜头 让她得到了回报 在高回报的诱惑下 林晓峰最终没能抵住诱惑 她满盘皆输 我盆满钵满 一连几天 林晓峰回到家后 家里都是低气压 偏偏秦春兰又爱挺着大肚子在家里逛 吃食上要求又高 公司的账户眼看就空了下来 林晓峰几次都在劝秦春兰要节约一点 可是秦春兰又哪里会听 依旧吃着昂贵的营养品 让两个保姆伺候自己的起居生活 林晓峰碍于儿子的身份 偏偏还不能把话说得过分 于是她只能暗示我 想让我去做这个恶媳妇 听了林晓峰的暗示 我的手斧上微微凸起的小腹 这个孩子也是时候该打掉了 直到我把孩子打掉后 林晓峰气急败坏地跑到医院来 这些天公司的事情 让她忙得焦头烂额 她正愁此时脾气没触发 在病房里冲着我愤怒地吼道 你为什么一声不响 就把我们的孩子打掉 这是我们两个人的孩子 你就算要打掉 也要跟我商量一下吧 你凭什么就这么做主了 谁允许你这么做的 我静静地坐在床上 一边听着她发脾气 一边挤出几滴眼泪来 等她发完了脾气 我才仰起头来去看她 从她这个角度来看 我双眼微红 看起来可怜又无助 老公 我也不想啊 但是咱家现在正在困难的时候 我还年轻孩子以后 还是会有的 你总不能苦了咱妈 和肚子里的弟弟妹妹吧 听了我这话 林晓峰脸上的表情更精彩了 是不是妈跟你说什么 你才会打掉我们的孩子 我看她简直就是疯了 为了肚子里的那个 不知道什么东西的孽种 居然做出这种事情来 不是这样的老公 我的目光落在 刚刚进门的秦春兰身上 她正满脸不可置信地 看着自己的儿子 我扯住林晓峰的袖子说道 你怎么能这么说妈呢 她把孩子生下来 不也是为了给我们留个伴吗 听了这话 林晓峰气笑了 怪我 怪我把你保护得太好了 她今年都五十二了 半截身子入土的人了 她生下来的孩子 是该叫她奶奶 还是该叫她妈妈 说是给我们留个伴 还不是相当于 给我们生了个二胎 林晓峰话音刚落 秦春兰就猛地上来 给了她一巴掌 孕妻的女人 本来就情绪不稳定 听到自己的儿子这么说话 秦春兰更是泪流满面 又气又恨 你就是个畜生 秦春兰大叫一声 林晓峰看着她妈这副样子 冷笑一声 今天开始 我不会给你一分钱 想要养这个孩子 你就自己出钱 反正又不是我的种 说完这话 林晓峰转身就走 秦春兰捂着胸口 一屁股坐在地上 很快就见了红 我脸色大变 连忙呼叫医生 毕竟秦春兰的孩子 要是留了 我到时候 可去哪里看笑话呢 秦春兰的孩子 最后还是保住了 这期间 林晓峰从未出现过 秦春兰每天都在以泪抹面 看时机差不多了 我拨通了一个电话 叫来了秦春兰的一个情人 这些天我没闲着 我去将秦春兰的过去 打听得清清楚楚 还顺势找到了秦春兰睡过的一些男人 公公还活着的时候 是个老实本分的男人 她是出车祸走的 而婆婆秦春兰年轻的时候 就是村里的村花 在上个世纪的时候 她就已经游走在不少男人之间了 后来她把自己名声搞臭了 那些男人不愿意和她结婚之后 她才不情不愿地和公公结了婚 结婚后她也收了心 只是这些年来 林晓峰傍上了我家的大腿 看着城里的老头们 秦春兰的一颗心再次澎湃起来 秦春兰年轻的时候长得漂亮 公公娶了她之后 也不舍得她干农活 所以她即便到了这个岁数 勾勾手指 也有大把的老头愿意上钩 我们隔壁小区的刘大业 就是其中一个上了钩的 刘大业今年55岁 比秦春兰还大了三岁 她年轻的时候 老婆孩子难产一失两命 从那以后她便没有再娶 如今到了迟暮之年难免寂寞 秦春兰稍微一勾手 她就上了勾 我把秦春兰怀孕的事情传播了出去 又每天去隔壁小区的超市买东西 果然没两天就被刘大爷抓住了 秦春兰跟刘大爷说过自己和公公 早就没了性生活 她这一查出来怀孕 刘大爷瞬间愣合了起来 一口咬定 这个孩子肯定是自己的 她往我手里塞了一张银行卡 告诉我这件事不要声张 秦春兰要是有什么事情 让我第一时间告诉她 我收了钱 这不是自然要将事情办好吗 见到刘大爷 秦春兰脸上浮现出几分惊讶 毕竟在公公去世后 她便跟着回了老家 处理公公的丧事 再回来就查出来怀孕三个月了 她在自己绝经后勾搭的老头 没有十个也有八个 到底是谁的 她也不确定 可她确实想要这个孩子 所以就没再去和这些老头见面 没想到现在刘大爷 居然主动找上了门来 这份情意 瞬间让刚刚和儿子 争吵完的秦春兰红了眼眶 她抓着刘大爷的手 含情默默 诉说自己的儿子 对自己如何不好不好 可是提及孩子的时候 秦春兰犹豫了 她看着刘大爷 殷切的目光 最终一口笃定 这个孩子是刘大爷的 刘大爷 听他这么说 红光满面起来 当场单膝下跪 向秦春兰求婚了 我看着这幅画面 不由觉得有些滑稽 我估摸着秦春兰的心态 反正是觉得孩子都长一个样 是不是刘大爷的又有什么所谓呢 我在一旁起哄 让秦春兰答应刘大爷的求婚 这段时间里 我对秦春兰可谓乖顺 她被我捧到了高位 我这一起哄她半推半就地 同意了刘大爷的求婚 听到自己亲妈要带着肚子 嫁给别的男人的时候 林晓峰一张脸的表情 别说有多精彩了 她直接连说了几个不行 可秦春兰哄着林晓峰说道 怎么就不行了 你刘大爷家也算是亿万富翁 你不是公司状况困难吗 你刘大爷自然会帮你解决的 刘大爷是典型的拆迁户 拆迁后家里有几栋楼 是典型的爆发户 林晓峰和秦春兰不愧是母子 一说这话 林晓峰的表情瞬间就缓和了下来 随后秦春兰贴着林晓峰的耳朵 耳语了几句 两个母子一边说着 一边偷偷瞄我 我缓缓地喝了杯茶 当做什么也没看见 毕竟母子两个都把我当傻白甜 讲点什么话 现在都不避着我了 也是 毕竟他们现在傍上了 刘大爷这棵大树 估计很快要做的事情 就是把我踢出局了 果然没几天 林晓峰便来找我商量 要把名下的股份 全都转到我名下 他这算盘打得叮当响 我听得可是清清楚楚 下一步呢 是不是要跟我离婚了 我直接把话挑明 公司被你搞得 连最基本的盈利都没有 你现在把股份全都转给我 林晓峰你是不是真的把我当傻子 林晓峰一愣 完全没想到我会这么跟他说话 见我撕破脸皮 林晓峰最后也不装了 他冷笑一声 是 你说的没错 这个公司 我已经不想再被他拖累下去了 你一个什么也不会的大小街 要不是我这些年帮你管理着 估计这破公司早就垮了 如今多让你过了这些年好日子 你就知足吧 我听着这些话 整个人都在发抖 泪水大滴大滴地 从脸上落了下来 最后 我倔强地看着他 林晓峰 我们离婚吧 林晓峰看着我 冷哼一声 求之不得 拿到离婚证的时候 我整个人都放松了下来 本来 我还准备了好一番计谋 准备用在他身上 却没想到 这个婚离得这么轻松 我回到公司后 迅速开始清源整理项目 招募新的员工合伙人 林晓峰管理的公司 有一大堆问题 等着我去处理 两个月后 公司也逐渐恢复了正常运营 以前我不爱管理公司 是因为觉得麻烦 觉得有人依靠 那就尽情依靠好了 可经历了一次生死 我才知道 这个世界上除了自己 谁也靠不住 听说林晓峰 拿着刘大爷的钥匙 开始收租 才短短两个月 他就接受了 他妈给他找的新吧 我默默地关注着这一家人 时间一晃过去 秦春兰终于到了生产的日子 秦春兰生产的当天 我找了一家当地的记者 去了医院 刘大爷心心念念着自己的孩子 见秦春兰进产房 甚至在产房外面跪下 祈求上天 让秦春兰母子平安 秦春兰母子确实平安了 可刘大爷看到那个黑球的时候 不平安了 刘大爷看着护士怀里的混血儿 当场气得心肌梗塞 而在场的记者 则是记录下了全程 第二天这件事 就上了全国热搜 所有人都在吃这个瓜 那些被秦春兰睡过的大爷们 也纷纷冒了出来 一时间网上出现了 无数玩秦春兰梗的人 秦春兰这个最害怕丢脸的人 丢了这辈子最大的脸 刘大爷气急 快六十岁的人了 哭着说 自己再也不相信爱情了 逼着秦春兰离了婚 当初林晓峰跟我离婚是净身出户 两人都是靠着刘大爷生活 他俩谁也没想过会发生这种事 秦春兰哭着说 自己只是和孩子的生物学父亲来了一次 谁知道就会怀孕呢 他哭上天不公平哭自己命苦 唯独不哭自己做错了什么 两人被刘大爷赶出来后 林晓峰还想去找孩子的生物学父亲 可那人只是来中国旅游的 谁又知道他去哪里了呢 一气之下 林晓峰扔下了秦春兰母子 秦春兰交不起住院费 只能来求助我 而我连门都没有给他开 叫来保安让保安把人拉了出去 此时正值夏季 秦春兰刚刚生完孩子 又是高龄产妇 无处可去的她 只能蜷缩在小区无人的角落 可谁承想 本来的大晴天突然刮起狂风骤雨 又是大风大雨大冰雹 秦春兰就这样抱着她的那个混血孩子 死在了这个夜晚 再次见到林晓峰的时候 她瘸着一条腿 正在我一个合作商的公司里做保洁 听说那条腿是被刘大爷找人打断的 林晓峰在走投无路后 居然还冒充刘大爷收租 刘大爷本来就恨透了秦春兰 林晓峰撞上枪口去 她不放过 当场就打断了林晓峰的一条腿 并且放话 谁敢用林晓峰 就是跟她过不去 就这样 本来还能好好工作的林晓峰 连找份普通工作的 可能都没有了 如今的她 只能铁着脸 拿着两千块的工资 躲在这家小公司里做保洁 看到我 她满脸震惊 毕竟在她的设想里 我应该已经破产了 合作商见她盯着我 怒斥道 看什么呢 好好擦你的地 可林晓峰却没有听她的话 冲上来就要抓我的手 老婆 老婆我知道错了 老婆能不能再给我个机会 我给你当牛做马 看着她满是灰尘的手 我皱着眉头往后退了一步 合作商看她这样 一脚踹在了她那条好腿上 林晓峰瞬间跌倒在地 合作商还想说些什么 我摆了白手 示意她什么都不用说 我蹲下身子 贴近林晓峰的耳朵 林晓峰见我要和她亲近 脸上扬起一个笑来 我凑近她的耳边轻轻 说了一串数字 在听清我说的是什么后 林晓峰瞬间瞪大了眼睛 面色变得灰白 贱人 贱人 居然是你 林晓峰大叫着 刚要站起来就被我的合作商 一脚又踢了回去 她挣扎着想要起来 可那条瘸腿已经废了 越是挣扎越是把她往地上带 我笑着没再说话 合作商踏踏再出幺蛾子 赶紧让人把她拖了下去 江总 如果有可能的话 我不希望在你们公司再见到她 合作商连连点头 说今天就让她滚出公司 我点点头 握住她的手 那真是合作愉快 对了 我刚刚贴在林晓峰耳边说的是 当年她投项目打钱的 那个账户尾号 我看她的手